好了,我們到了偏偏泰安 有紅牛喝實在太棒了 哇,你看這個,這草皮好漂亮喔 新車,已經先在現場亮相了 而且啊,今天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媒體住宿是住帳篷 好,那我們住的是C06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體驗 應該需要冷氣了,沒有冷氣的話 應該會瘋掉 哇,各位觀眾 這間應該是我看過最高級的帳篷了吧 它這邊還有冷氣喔,這是很重點 因為夏天你要睡帳篷,基本上你要耐得住熱 但是,有冷氣就不會有問題啦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的化妝插機 重點是它的床非常的大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睡足足四個人沒有問題 天啊,這個實在太豪華了 但是呢,很悲劇的是 我明天還要播這個GP 然後我還有影片要剪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考慮 我今天晚上就要離開這邊 然後不會住在這邊 大家好,我是Ben 雖然我現在看起來非常像是在度假 但是呢,今天我們來到這個苗栗的偏偏太岸這邊 這個是一個度假的營區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氣氛非常的好 過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在路上有看過那個非常龐大很豪華的三輪車 過去其實我們也在我們的站上啊 曾經試駕過也寫過它的報導 那我自己也騎過這車,非常特別 OK,那這個總代理安東貿易啊 今天在這邊呢,舉辦了一個全國的大會司 同時呢,現場聚集了非常多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的那個龐大霧的三輪車 當然呢,我覺得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呢 他們引進了一台整體的定位 比較年輕化的一個叫做 Riker的一個車種 那這輛車呢,真的長得非常的帥啊 它整體啊,乍看之下 看起來就像是一隻蜘蛛一樣 然後非常的動感 那究竟呢,這輛車呢 有什麼樣的特別之處呢 快跟著我一起來看看吧 集聚了我們全台灣各地的這個三輪車的車主來到了現場 講到它的設計精神就是Rock Your Body 它要讓所有的人呢,可以更貼近 那並且更實際的感受這一台車的騎乘樂趣 論是在重量 然後還有車子的體積 以及它的外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外型後面是使用單搖臂的設計 那它更輕 所以它造就了你更簡單更好玩 而且是非常的好奇 為了簡單呢,包括等一下我會介紹的 就是它使用了CVT的傳動系統 三缸S,那個ROTEX做的S引擎 有82P在8000轉的時候 那它的扭力呢,有8.05公斤在6500轉的時候 而且它的幹重只有280公斤 重心變低,車輛變輕 它的操控其實是非常優秀的 這有配防勤感 所以它防勤感也可以夾出 那變成是紅色的 跟汽車比較像 雙座的Ryke 我們的建議售價 我們的牌價是 69萬8 掌聲鼓勵一下 這台呢,就是我們之前試過的RT啦 非常的豪華吧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有拍自己的影片 所以或許有機會 我們再來借新的年份 給大家試給大家看 現在呢,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Ryke 髒牙五爪非常帥 並列三缸的引擎 然後最大馬力82P 7100轉爆發 這次呢,我覺得這個KNN的車款啊 Ryke這個車啊 確實它做了蠻多的這個輕量化 當然呢,它因此拔掉了很多豪華的配備 我相信很多熱血的騎士啊 它可能不需要那些豪華的配備 它可能要追求比較純粹的操駕感受 那我覺得這個Ryke會是非常好的選擇 說真的其實我們試過非常多車 然後我自己也擁有過漢堡 280公斤在兩輪裡面啊 就已經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重量了 但是它今天是三輪車喔 好,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前後啊總共三顆輪胎 三顆輪胎呢都是用汽車輪胎 然後16寸的全 前面呢它則是使用一個汽車的雙A倍的設計 帶大家看 那引擎的部分呢也很像汽車一樣 它是藏在前面 那這邊呢有一個護蓋 這個蓋子也可以打開 那在原廠呢也推出了一些精品 可以在這邊做一個替換換色的處理 很有趣的呢就是呢 它的這個靜燈啊是 就是大家看到左右兩顆靜燈 這兩顆呢是用魚眼的LED 但是中間呢遠燈 則是用傳統的乳素燈是在中間 看得出來啊這個設計師啊 它這個應該是科幻米啊 所以才會畫出這樣的設計 把這遠鏡燈分的這麼遠 我相信它在視覺上的考量啊 應該是非常的重 它後面呢則是使用一個單搖臂的 然後一樣是16寸的這個鋁圈 搭配的這個汽車輪胎啊 它可千萬不要換人機車輪胎 然後它排氣管呢則是坐在下方 一個短短的小小的排氣管 另外避震器呢它則是使用一個水平的側置避震器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雖然是使用軸傳啊 但是它這個整體外面的軸的造型啊 設計的非常的流線 所以讓它從前面到後面啊 液體這個液體成型 儀器合成的感覺啊非常的濃郁 土廚的部分呢它也做了一個輪駕的土廚的設計啊 所以讓它的這個車尾的造型啊 顯得更加的動感 原廠呢這輛車其實在國外啊 它就是一個單座的配置 但是呢安東非常的貼心啊 他們引進的是一個雙座的版本 應該是說政府這邊提供的認證啊 是雙座的版本 所以你買這台車啊 你隨時要雙載的時候啊 都會非常的方便 同時呢你在後面不雙載的情況下 你可以加裝這個置物包啊 讓你可以承載更多的物品 我們來看一下啊 哇這個可能放一點安全帽 放一點瓜皮可能有機會啦 但是放安全帽可能有點難度 再一點小東西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另外它的車頭的部分呢 車頭下方其實也有置物空間 7公升左右的置物空間 其實說真的尺寸啊有點小啦 裝一些個人小物一個腰包啊相機 應該是沒有問題 然後它其實這邊有乘重的限制啊 大概2公斤左右 畢竟這輛車啊它是走著一個 這個動感的設定啊 所以它可能就在物的部分啊 它就不會是它的考量點 兩邊應該都是單二卡鉗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兩邊應該都是單二卡鉗 它很動感的設計 就在於它的這個扭腳徑啊 原廠它就做了這個扭腳徑啊 非常的動感啊 所以你說這台車啊 你要拉去拍電影啊 你還以為是電影的道具 非常帥 在儀表的部分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因為這個輕量化的關係 還有它走的動感路線 所以它把本來看起來很霸氣的 這種數位儀表 改成一個小小的方的這個數位儀表 然後這邊是一個油耗顯示啊 油溫然後這個時速 然後還有現在是在P檔 那這輛車呢 其實它是採用這個 CVT的自動變速系統 所以呢也讓這輛車款啊 你在騎乘的時候 比起過去的 它的其他車款來講 顯得更加單純 等於是所有人 我覺得任何人 都想要騎這台車 都可以輕鬆的駕馭 女生也可以騎 因為其實它的整體座高 還有它的設定啊 因為它並不會倒 所以你必須 不需要考量到說這個 坐高的問題會倒車啊 牽車的問題都不交單純 很特別就是啊 如果你沒有騎過K&A的車的話 你來注意看一下 離合計 沒有離合計 煞車 沒有煞車 這輛車它雖然看起來 像是三輪的摩托車 但是我必須提醒各位啊 這個車騎起來 它根本就是一輛汽車的感覺 所以你千萬不要拿騎機車的概念啊 來套這輛車 另外由於它是三輪車的關係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倒檔的設計 這個距離它絕對不會是打檔桿啊 它這個桿子呢 是讓你切換這個往前進 還有往退的倒檔的設定 那這邊呢 有一個手煞車是在這個側邊 你把它搬下來 它就是手煞車煞住 然後把它往上lock住 往下放下來 它的鑰匙呢 也是採用感應式的鑰匙 很有趣喔 拔一下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感應式的一個頭 很像一個小玩具啊 非常的輕 它的重量 就像是鑰匙上面的那個塑膠塊一樣 然後呢 你把它扣在這邊 它就可以啟動這輛車了 那它的油箱容量呢 是20公升 那我覺得這輛車啊 除了外型很帥啊 有一點東西啊 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它是走的非常前衛的 它的騎乘幾何啊 可以隨著騎士的身高比例來調整 這個東西我們 在很多概念車上面啊 最近才看到 比如說像 BMW啊 像過去的Kawasaki的概念車啊 你有看到這種騎乘幾何可以改變 那我們知道Honda也有在研發 開發這種類似的東西 但是呢 今天在這個KNN上面啊 既然已經有了這樣的設定 比如說我的身高比較高 我可以把手把往前靠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跑山 我要熱血一點 我可以把這手把往前 中間這個扳開之後 你就可以把手把整個往前推 它的調整幅度其實非常的寬喔 好然後你再把它Lock住 往下扣下來 其他的卡榫就跟這種 折疊腳踏車一樣的道理 這邊下面有一個隱藏的軌道喔 從這邊到這邊都可以調整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腳踏啊 近一點 你可以把它踢起來 好你把它踢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改變 到比較近的位置之後把它踩下去 好它就變成一個近的腳踏了 所以透過手部跟腿部的調整 你就可以找到騎乘這台車的 最適當的位置 那過去呢 其實KNN的旗下品牌啊 對於安全性相當的重視 不管是這個TC系統啊 ABS系統啊等等的 它都有配置 所以這輛車呢 它就是一個比較入門級的 然後走的比較熱血的一輛 運動型的三輪車款 好我們來帶大家坐坐看這輛車啊 首先呢我覺得它的座位啊非常的低 你看我的腿的彎曲程度 這個座位低的程度 比我們試這個Monkey還要低耶 非常低 所以只要女生我覺得她敢騎啊 騎這台車完全不會是問題 好那它的腳踏跟手把呢 你就不用擔心啦 因為它可以調整 那我現在調整的是比較往前的 好為了舒服的話 我可以再往後移動一些 哇 當我把它往後移之後啊 這個手 手軸的這個轉折處啊 就會顯得施力會比較輕鬆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的手把做的比較寬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車啊 它騎起來並不是像機車一樣的概念 它是比較像汽車 所以你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去推這個龍頭 那這一點呢 可能騎過這台車的人才會 騎過這種三輪車 可能才會比較了解這個手 必須要花很大的力氣去施力 屁股的乘坐感覺啊 是非常的舒服 雖然它看起來 它的泡棉啊 是感覺是比較偏硬 但事實上其實 它這個厚度還蠻厚的 好我們今天先參與他們民眾試乘會 對搶先體驗一下 那之後有機會我們再來 再來跟它借車試乘 你要先往前轉解除 然後煞車踩著就可以啟動 煞車踩著 然後往前轉 煞車踩著 對然後往前轉 然後這樣可以 就是它會消失 然後按起來的感覺 然後它倒車的話是往後拉 好 然後這樣子顯 我覺得坐上來啊 首先它的這個避震器 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軟一些喔 手煞車翻掉喔 手煞車翻掉 好我們出發了 其實我剛剛還蠻擔心 我忘記這個KNA怎麼騎啦 但是現在呢 騎起來馬上就有感覺了 那它的腳煞車呢 它的手煞車呢 應該講它的煞車呢 其實在腳上面 所以你要用踩的 好我們來試試看它的煞車喔 好 所以呢 你必須要習慣啦 它的手是不能夠拉煞車的感覺 哇 它的這個避震器啊 其實還有些硬朗啊 彈掉的感覺滿明顯的 那它的力量呢 其實我覺得 不能說充沛啦 但是我可以明顯感受到 它的這個減輕輕量化的重量啊 導致說 它的 它的靈活性啊 不像過去一樣那麼笨重 包括它這個轉向 那它的煞車可能也要適應一下 因為一開始你可能會 不太習慣這個煞車 你可能要踩到比較深啊 你才會感受到它的煞車力道出現 好現在這邊的路況比較不好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三輪車 它的優點的地方啊 我覺得啊 因為其實我已經騎過這台車 所以 以我來講不太準啊 我的身體就自然反應 騎這種車的感覺 但事實上啊 我相信你第一次騎啊 你根本就沒辦法 騎到有一定的速度 因為 它的方向 它的這個舵把啊 不像是我們騎機車會需要逆操作 它是完全正操作 所以 它比較像是Go Kart的感覺 過去我們試駕的經驗啊 你可能把這個手把 換成汽車的龍頭啊 都會比起 騎機車手把來的輕鬆 你看我剛剛忍不住想要抓煞車 還蠻好笑的 好現在我們要回轉了 其實它試乘非常短的 沒關係 我們稍微體驗一下 然後再跟大家再借出來 另外呢 那另外呢 我覺得騎這輛車啊 很大的 除了這個跺腳 它的改變之外啊 最大的特別點 就是啊 你的身體啊 必須要左右移動 去這個往彎內 稍微往彎內倒 控制那個 你身體被外拋的感覺 像這個彎 我就需要把我身體 往左邊一點點啊 免得你人被拋開 好現在我們試一下比較有速度的喔 這個我覺得如果你沒有騎過這車 千萬不要試著要騎的有點速度 因為這會有點難 喔齁 哇 可以可以 那它的椅墊呢 也比想像中的還要來的舒適許多 所以 其實我這樣做啊 它的避震器跟椅墊啊 帶來的舒適感啊 其實是非常好的 還有啊 還有啊 我記得之前我試這個RT的時候啊 你常常會忘記這個車輛的車身寬 所以你在 穿過一些小巷的時候啊 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車身的寬度 到底夠不夠讓你過 哇 我覺得我的身體一直在對抗這個離心力啊 非常的明顯 齁齁 經過那個彈跳的這個減速 這個地板的這個減速追啊 我覺得車身的整體的晃動還蠻明顯的 那它的 我覺得它整體的油門的順暢度啊 感覺 我感覺比起上一代的RT好像 來的更線性耶 還蠻好 這個蠻好控制 再加上其實它是CVT的系統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的操控這台車 並不會有這種手忙腳亂的感覺 當然由於它的動力 你很難在它上面感受到所謂的暴力 或者是比較狂野的感覺 可能沒有 在那邊很危險喔 太陽下山啦 你看大家 席地而坐啊 非常的舒服的感覺 當然呢 安東旗下的MOTORACE機油啊 也帶來現場展示 還有一些凱旋的精品 凱旋的背包現場有在賣 非常的帥 對 我想今天啊 跟大家總結一下這個Raker的試乘體驗 車重啊 降低到200多公斤 再加上 它配上了這個CVT的系統啊 還有呢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它把車價壓在70萬以內喔 所以我相信在這樣的設置底下啊 它會更適合一般民眾加入這個三輪車的行列喔 好以上呢 就是我針對這次安東活動做的一個報導啦 記得鎖定我阿BEN的騎士 還有SUPERMOTORACE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